8月24日 南加州中国大专院校两会校友会 举行创会四十周年庆慈善一眼晚会记者会 向与会媒体宣布将于8月31日晚 在圣盖博希尔顿酒店举行大型慈善筹款晚会 晚会所得在扣除成本开销后 将全数捐给华裔残障者家长协会及亚太家庭中心 今年南加州中国大专院校联合校友会 新逢四十周年 所以我们举办了四十周年的慈善募款晚会 这四十年走过我们有非常多的校友会会长和理事长 他们全新的投入 所以能够造成我们现在大专能够茁壮能够成长 我们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能够把这四十年 所有的历史的严格一直成长到至今 它的历史的价值 它的核心的价值能够经验传承下去 我们希望能够借这一次的活动 做一些慈善的募款 然后把所有的款项能够捐赠给 两个非常需要的一些团体 一个是受虐妇女家庭的一个团体 Asian Family Center 另外一个就是华裔残障家长协会 他们需要盖一个活动中心 那希望我们借了这次机会 能够让大家知道 然后我们自己会里面的人 也能够非常开心的经过这四十年的历史 《一言晚会》将介绍大专历年来重要活动 即回顾四十年来对社会及桥界的工作成果 当晚节目还包括大专棋队表演 卡拉OK歌唱冠军秀 舞蹈表演 及落成慈善歌后的演唱幕款 并由著名美诗达人林慧怡等神秘嘉宾 表演精彩节目 全美电视台记者采坊报道 超兴 Hayır